我們需求就是去把它買回來 付費用給它 它每一年都要update 每一年都要付費用 不過沒有關係 至少你不需要組一個team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學習的就是如何 去使用 去了解Java的規則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強調 再來就是說 這個lag 這個裡面的match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 到底lag裡面的套件 這個是一個Java大套件 就是大的韓式庫裡面有lag的 紙套件 這個套件裡面所有的 這個類別都不需要做import 所以我上次有講過 你要知道說這個套件有哪些東西 答案不用在書裡面找 這裡面就有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放上去就點一下 點這個lag之後的話 它會跳到lag的 這個套件 而且它會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跟你講說這個套件裡面 有哪一些它為什麼會有這個套件 的相關說明 另外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可以 變成說你要把英文程度稍微練一下 其實 沒有沒有別的訣竅啦 反正你就是K K這些東西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 新的不了解的套件 新的不了解的 類別 你就是這樣做 然後呢 要看更多的話 旁邊這邊不是有一個 就是open 你可以到browser裡面去看 把它點下去之後 這邊 所有的class的summary 就會列出來了 每一個每一個你都可以點進去看 那其中有一個像 我們的mass 應該在這裡 對你也可以點進去看 這個mass裡面有哪一些什麼 哪一些 manser 有沒有 其實 類別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manser manser就是它的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如果你們以前也學過程式語言 也就是類似像function 好 那它 Function 或者是叫做 Function跟 如果在vp裡面有sub sub跟function 一個是有return值 一個是沒有return值 那在java裡面manser 全部都叫做manser 它不管有沒有return值 反正通通叫manser 你在這裡面的話可以看到 怎麼知道有沒有return值 其實這邊都有相關的 有沒有return 有沒有return 有return 反正有return值 它這邊都有相關的說明 然後傳什麼參數 傳的參數的 形別 這邊都會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在這邊找 那其中有一個 比如說 各位要找那個 哪 剛剛那個叫 叫叫 那個倫敦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倫敦 倫敦的說明在這裡啦 對不對 有沒有 就是 它會產生什麼 eco 0 and less x than e 就是0到1嘛對不對 但是不會 等於啦 就是會小於1 絕對不會等於1 所以是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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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不會1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產生亂數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那當然裡面的方法 如果你還要再知道的話怎麼做呢 非常簡單 這邊不是有連結嗎 再連進去看一下 所有的說明都在這裡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 上個禮拜有同學想說 那我要怎麼了解 其實答案都在這裡 答案都在這裡 你 但是 它這個說明當然不是 很清 非常非常 人性化 因為它是非常的 自視 可是這些都是答案的 所以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針對剛剛講